因為衝動的一剎那殺了自己的女朋友 殺了自己女朋友的肚子裡的骨肉 當你看著一絲兩命的屍體的時候 你會想 有什麼比自己最深愛的重要的人更重要呢 他會覺得這個袋是一個畫膠的工具袋 我們工作的規則、規限中 一定要拍任何照片都會有一把尺 沒有那把尺的照片就不成立了 好像批檔的橙 用來撇開泥土 接近骨頭的時候我們會換成一個掃 這個袋其實是屬於法醫人類學家 是我工作時會隨身攜帶的一個工具包 這個專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就是他尊重人的生命 就算你埋在泥土裡面那麼久 我們都很努力去找你出來 而找回你的身份 所以我們去的地方 可能很多都是曾經打過仗 或者經歷過一些天災人禍的地方 最觸動的都是跟索馬利蘭有關的一些古典 那次就是一個暴力的調查 找出一些未被發現的屍體 幫忙的我記得那次是一個哥哥 他說他當年被迫參與埋屍的過程 但是他說除了我參與之外 其實我也在找我的弟弟 我們都按著他的功詞去挖下去 真的有屍體 其中一副鞋骨 初步分析完之後 其實跟他說他弟弟的特徵是很相似的 鞋骨的上額的門牙中間是有一條很闊的空隙 我們就用一些時間做一個很簡單的笑容位置的3D模型 重掃如果有肌肉的時候 他是怎樣的樣子 我們結果給他看 他一看到那個模型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馬上哭了出來 因為他說我不會認錯 我其中一本很喜歡的書 《偷書冊》寫於《二戰時期》 而《死神》其中有一些對白是很入心的 就是他說我沒有想過人是這麼恐怖的 為什麼我們會對自己人這麼殘忍 為什麼人要這麼自私 因為一個慾望或者一些想要 想得到的東西就去做這些舉動 你覺得現在二戰時期的東西 或者一戰時期的東西沒有出現過嗎 不是的 為什麼我們會不停重複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學會 每一次重複帶出來的那一堂課 我是化醫人類學家李顯善 在這裡 一斤 二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